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东地区日益恶化的局势 特别是黎巴嫩的紧张情势 随着美国 英国 瑞典等多国纷纷发出紧急呼吁 要求本国公民立即撤离黎巴嫩 这一切背后透露出多么严峻的安全威胁呢 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火箭弹 局势迅速升级 这是否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这些国家为何如此急迫地撤侨 他们的担忧和防范措施到底有多深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黎巴嫩的天空再度笼罩在紧张与不安的阴霾之下 中东地区的局势像是被一根紧绷的弦 只需轻轻一触便会爆发出无尽的混乱 10月3日那天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各大使馆 急忙发布了一连串紧急声明 敦促本国公民尽快撤离这个多势之地 网络媒体的报道称 美国 英国 瑞典等国家纷纷拉响了撤离警报 原因无它 正是中东地区军事升级的风险急剧上升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率先发布警告 声明中透出了对局势的高度紧张感 使馆强烈建议 在黎巴嫩的美国公民 立即利用任何可以买到的机票撤离 仿佛每一刻的拖延 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美国大使馆提醒那些选择留下的公民 务必制定周全的应急计划 准备好在黎巴嫩长期避难 这一急切的呼吁 不仅展现了对黎巴嫩局势的高度关注 更传递了对公民安全的深切关怀 英国外交部紧随其后 发布了类似的紧急声明 英国外交大臣拉米 在声明中措辞严厉 敦促所有英国公民 在仍有商业交通工具运营时 立即离开黎巴嫩 他的言词中 透露出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 仿佛在向每一个身处黎巴嫩的 英国公民发出警告 时间不多了 必须迅速行动 这种紧迫感 不仅是对黎巴嫩局势的反应 更是对保障公民安全的无尽责任 瑞典外交大臣比尔斯特伦 也在同一天发表了声明 宣布瑞典外交部决定 暂时关闭驻贝鲁特的大使馆 并撤出所有外交人员 这一临时决定将至少实施一个月 后续是黎巴嫩安全局势在做调整 比尔斯特伦同时敦促 所有身在黎巴嫩的瑞典公民 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尽快离开 他的声明中充满了紧迫感 仿佛在提醒每一个瑞典公民 时间不多了 必须抓紧一切机会离开 不仅是欧美国家 约旦也在同一天发布了紧急公告 约旦外交与乔务部呼吁约旦公民 暂时不要前往黎巴嫩 并要求身处黎巴嫩的约旦公民 尽快离开 公告表示 这一建议是对地区形势 可能发生变化的预防措施 同时呼吁在黎巴嫩的约旦公民 保持最高程度的警惕 遵守黎巴嫩相关部门发布的指示 约旦政府的这一举措 显示了对公民安全的高度重视 和对局势变化的敏锐洞察 这些国家的紧急呼吁背后 是对中东地区局势的深切担忧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 武装之间的冲突有升级趋势 局势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 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行动 敦促本国公民尽快撤离 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这一系列紧急措施 反映了各国政府 对公民安全的高度重视 和对局势变化的敏锐洞察 星岛日报的记者报道 更是让人心惊 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 发射了数十枚喀丘沙火箭弹 火箭弹的轰鸣声划破了夜空 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不安 以色列方面迅速做出回应 启动了防空系统 并对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 进行了报复性打击 双方的交火 使得边境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和危险 美国驻黎巴嫩贝鲁特大使馆 立刻发布紧急通知 呼吁在黎巴嫩的美国公民尽快撤离 建议他们尽可能购买任何可用的机票 迅速离开这个动荡的地区 大使馆的声明中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 提醒美国公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避免前往危险区域 并随时关注最新的安全信息 在这紧张的时刻 每一个在黎巴嫩的外国公民 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是留下来 还是尽快离开 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他们的安全和未来 各国政府的紧急呼吁 仿佛在提醒每一个在黎巴嫩的公民 时间紧迫 必须迅速行动 地区局势的迅速变化 让人难以预料 就在几天前 黎巴嫩的天空 还只是偶尔被战机呼啸而过 打破平静 而现在 这片土地已经成为火箭弹和防空导弹交织的战场 人们在恐慌中奔走 寻找离开这个危险之地的机会 曾经熙熙攘攘的街道 如今只剩下匆忙的脚步和不安的目光 美国大使馆门前排起了长队 胶着的面孔上写满了期盼和担忧 一位正在排队的美国公民约翰表示 我昨晚几乎没睡 真阻挡的火箭弹和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让我彻夜不安 我只想尽快回到美国 远离这场无尽的动荡 他的声音中 透出一丝无奈和急切 而在贝鲁特的一家酒店内 英国公民玛丽正在打包行李 他接到英国外交部的通知后 立即决定离开黎巴嫩 我在这边工作了三年 见证了许多风风雨雨 但这次的局势 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我不想冒险留下来 他说 手中的动作不停 眼神中却透露出深深的忧虑 瑞典公民彼得 也在同样的胶着中度过了整夜 他接到了瑞典大使馆的紧急通知 决定放弃手头的项目 迅速离开黎巴嫩 我一直以为可以在这里长期工作 但现在看来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我已经订好了机票 明天一早就离开 彼得的声音中充满了坚定 但也夹杂着不舍和无奈 在黎巴嫩的街头巷尾 处处能看到匆忙的身影 人们在恐慌中奔走 寻找离开这个危险之地的机会 曾经熙熙攘攘的街道 如今只剩下匆忙的脚步 和不安的目光 这不仅仅是黎巴嫩的问题 更是中东地区 一系列复杂局势的缩影 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 只是冰山一角 背后还有更多的利益纠葛 和历史恩怨 在这种局势下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各大使馆的紧急撤离通知 也正式为此而发 但是对于那些 不得不留下来的黎巴嫩人来说 未来的日子将会更加艰难 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他们头上 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 让他们无法安睡 不少黎巴嫩市民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安的生活 但这次的局势 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这场紧急撤离行动 是各国政府 对公民安全的高度重视 也是对黎巴嫩局势 急剧恶化的敏锐反应 在这紧张的时刻 每一个在黎巴嫩的外国公民 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是留下来 还是尽快离开 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 他们的安全和未来 尽管如此 黎巴嫩的天空依旧不见平静 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冲突还在继续 火箭弹和防空导弹的交锋 让人们的心一直悬着 黎巴嫩 这片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土地 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 这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 话说美国、英国和瑞典这些国家 就像家长发现自家小孩 跑进了火药库 立马拿起扩音器高喊 赶紧回来啊 特别是美国驻黎巴嫩使馆 那声明写得比惊悚小说 还紧张 叫所有美国公民赶紧买票走人 甚至不打算离开的 也得备好应急计划 准备长期避难 美国这波操作 不仅是对黎巴嫩局势的高度重视 简直是对公民安全的爱的告白 英国那边也不甘落后 外交大臣拉米的声明读起来 就像在拍动作大片 局势紧张 可能随时爆发 赶紧走吧 别犹豫 这其实就是在提醒 每一个英国公民 别等事态 火上浇油了再跑 现在立刻马上动身才是王道 瑞典的比尔斯特伦大人 也没闲着 直接宣布 关了大使馆 还说要撤出所有外交人员 先关一个月 看情况再说 而且还一再强调 瑞典公民得用尽一切办法 赶紧离开黎巴嫩 仿佛在说 能溜就溜吧 不然后面可能连溜的机会都没有了 不仅欧美国家 连临近的约旦 都发了紧急公告 叫自家公民 别去黎巴嫩了 那些还在那里的 赶快撤退 这波操作也是 对局势变化的一个未雨绸缪 毕竟安全第一嘛 约旦政府的反应 显示了对公民安全的高度重视 以及对这场炸药桶 即将被引爆的敏锐嗅觉 这些国家的紧急呼吁背后 其实是对中东局势的极大担忧啊 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就像一场火箭弹对抗秀 真主党发射的那几十枚火箭弹让整个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以色列也不甘示弱 迅速反击 搞得边境地区剑拔弩张 随时都可能擦枪走火 这时候美国大使馆立马跳出来呼吁本国公民 火速撤离 连机票都不嫌贵了 只要能走 赶紧走 这种紧急程度 简直像在说 谁还在黎巴嫩等着的 真的是在和自己的命运玩俄罗斯轮盘啊 所以不管是美国、英国、瑞典还是约旦 都在用最快的速度、最紧急的措施 提醒自家公民 别犹豫 赶紧撤 毕竟在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 留着真的适合生命开玩笑 每一个在黎巴嫩的外国公民 现在都要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 是留下还是撤离 每一个决定都关乎到他们的安全和未来 总之 这时候的黎巴嫩 真的是个不宜久留的地方 各国政府的紧急呼吁 就像是最后的警钟 提醒大家 时间紧迫 赶紧行动 希望大家都能安全撤离 平安度过这段危险时期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近日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各国政府纷纷敦促本国公民 尽快撤离黎巴嫩 这种紧急呼吁 反映了对地区局势迅速恶化的担忧 及对公民安全的高度重视 当地时间三日 美国驻黎巴嫩使馆 发出一则紧急声明 敦促所有在黎巴嫩的美国公民 利用任何可以购买到的机票 尽快离开 声明中强调 局势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变 建议那些不打算离开的美国公民 制定应急计划 以便在当地长期避难 这一呼吁 显示了美国对黎巴嫩局势的高度关注 以及对公民安全的深切关怀 同时英国外交部也发布了类似的声明 敦促英国公民在仍有商业交通工具运营时 立即离开黎巴嫩 英国外交大臣拉米 在声明中指出 当前的地区局势高度紧张 可能迅速恶化 明确要求英国公民立即离开黎巴嫩 拉米的言辞中 透露出对局势的深切担忧 提醒每一个在黎巴嫩的英国公民 时间紧迫 必须迅速行动 瑞典外交大臣比尔斯特伦 也在同日发表声明 宣布瑞典外交部 决定暂时关闭住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大使馆 并撤出所有外交人员 这一临时决定 将先实施一个月 后续将是黎巴嫩安全局势进行调整 比尔斯特伦同时敦促 所有在黎巴嫩的瑞典公民 尽快离开 使用一切手段 在还能离开的情况下 尽快撤离 比尔斯特伦的声明 充满了紧迫感 仿佛在提醒每一个瑞典公民 时间不多了 必须抓紧机会离开 不仅是欧美国家 约旦也在同一天 发布了紧急公告 约旦外交与桥务部 呼吁约旦公民 暂时不要前往黎巴嫩 并要求目前在黎巴嫩的 约旦公民尽快离开 公告表示 这一建议是对地区形势 可能发生变化的预防措施 同时呼吁在黎巴嫩的 约旦公民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遵守黎巴嫩相关部门 发布的指示 约旦政府的这一举措 显示了对公民安全的高度重视 和对局势变化的敏锐洞察 这些国家的紧急呼吁 背后是对中东地区 局势的深刻忧虑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 武装之间的冲突 有升级趋势 局势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 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行动 敦促本国公民尽快撤离 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这一系列紧急措施 反映了各国政府 对公民安全的高度重视 和对局势变化的敏锐洞察 在这紧张的时刻 每一个在黎巴嫩的外国公民 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是留下来还是尽快离开 每一个决定 都可能影响他们的安全和未来 各国政府的紧急呼吁 仿佛在提醒每一个 在黎巴嫩的公民 时间紧迫 必须迅速行动 此外 就在周日 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 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 这些火箭弹的轰鸣声 划破了夜空 给当地居民 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不安 以色列迅速做出回应 启动了防空系统 并对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 进行了报复性打击 这使得边境地区的局势 更加复杂和危险 美国驻黎巴嫩贝鲁特大使馆 立即发布紧急通知 呼吁在黎巴嫩的美国公民 尽快撤离 建议他们尽可能购买任何可用的机票 迅速离开这个动荡的地区 大使馆的声明中 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 提醒美国公民 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避免前往危险区域 并随时关注最新的安全信息 总之 当前中东局势紧张 各国政府纷纷发出紧急撤离呼吁 显示了对局势的深切忧虑 和对公民安全的高度重视 在黎巴嫩的外国公民 应及时关注形势变化 采取适当措施 保障自身安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必须说 这些国家基于撤离黎巴嫩的决定 是非常合理的 在中东这个火药桶里 黎巴嫩就像是随时可能爆炸的引线 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冲突 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真主党发射火箭弹 以色列进行报复 这种局面下 任何一个理智的政府 都会选择保护自己的公民 让他们赶紧撤离 我们得承认 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就像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托说的 战争的灾难总是由无辜的人来承担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这些国家的撤离行动是 就是主降临一样 但我们来看看历史吧 黎巴嫩不是第一次面临紧张局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黎巴嫩内战持续了十五年 可不是每次都要大规模撤离的 人们有时只需要保持冷静 采取合理的措施 而不是陷入恐慌 就跑得比兔子还快 你知道吗 二战期间 伦敦市民在德军轰炸下 依然坚持日常生活 搭地铁去上班 有时候 坚守反而能体现出 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谢琪琪 你说的那些历史例子 固然有他们的道理 但情况不完全相同 要知道 现在的中东局势 复杂得多 涉及到各种势力的博弈 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 再说了 现代战争的毁灭力 远远超过二战时期 火箭弹 无人机 网络战等等 这些都不是当年伦敦市民 需要面对的 况且 美国 英国这些国家的撤离行动 也有其背后的情报支撑 说明局势真的是非常危急 就像那句老话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先保证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我们面临的 就是世界末日了 当然 现代战争的毁灭力确实更大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每次面对威胁都要撤退 你知道吗 黎巴嫩的普通百姓还在正常生活 他们的孩子上学 商店开门 虽然有危险 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家园逃跑 我们是否应该学习一下这种坚韧的精神 毕竟风物常一放眼凉 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判断 而不是一味的躲避 谢其妾 黎巴嫩百姓的坚韧精神确实值得钦佩 但你忽略了一点 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而外国公民是有选择的 我们不能忽视现实 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冲突可能升级成全面战争 届时不仅是百姓 连外国公民也无法倖免 撤离只是暂时的 等局势稳定后再回来也不迟 就像孙子兵法提到的战略撤退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撤退有时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和未来的生活 楚天说 你的观点似乎很有道理 但别忘了 有时候撤退也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大量外国人撤离 经济受损 黎巴嫩的社会稳定也会受到冲击 甚至可能加剧局势的动荡 我们应该倡导的是 国际社会联手维护和平 而不是只顾自己的安全 就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 游素福扎一说的 我们不能只在自己安全的时候 谈论和平 现在正是国际社会展现力量和智慧的时候 而不是急于撤离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 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